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哥松是我们聚如部的主场 更是咱们中国队的主场 我在那里征战了八年 八个赛基督在那里度过 他给我们带来辉煌 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幸运 我是要把这个福利 这个幸运带给中国带来 我希望我们在那个场地 能取得游业成绩 能取得胜利 在北京比赛 我非常地荣幸 我现在不光代表北京 我代表中国 在那里比赛能代表中国队 在那里出战 我觉得是一件 非常骄傲的事情 所以在自己的中场 自己的家门口 我希望用自己全部的力量 来帮助球队 不惜一些代价 还有任何东西 都要全力以赴去做好自己 把自己全部的力量 都放在球场 这两年时间 自己也是 缺席了很多国家队的比赛 也没有跟随国家队 参加这两年的任何大赛 还是感谢李志导 也感谢我的俱乐部 然后一直在支持我 然后能够给我信心 让我在国家队跟俱乐部 都让我有很大空间 让我去发挥 让我去努力做好自己 我觉得我的状态 其实是欺负的 我觉得刚来的时候 还是不错的 然后到中间的一些低骨气 确实打得很难看 然后自己也质疑自己 到底行不行 还是自己心里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有些胆怯 害怕打不好 然后也害怕 别人对我的质疑 然后自己想证明自己 可能有想的太多 给自己压力太大 但是自从我闺女出生之后 我觉得我还是要去认认真尊 然后全力以赴去背战 这个不好的一些打球的方式 或者这个不好的表现 要重新拉回来 我希望我要表现得好 给我闺女树立保养 在她以后说起来的时候 说她爸爸是中国的来议员 也是参加了加盟活的世界杯 然后也能够 有所对球队有所帮助 等她大一些 我会带她去球场 去看球啊 或者去叫她打一篮球 不管她以后 能不能成为职业篮球理员 都要让她去学会打篮球 我也会带她去我的球场 带她去她爸爸工作的地方 然后也让她了解一下 她爸是什么样的工作 是什么样的一个球员 也让她了解 有多少人喜欢她爸爸 有多少人去不喜欢她爸爸 应该多让她了解一些 小丁我俩关系非常好 我们俩一起从青年队到国家队 将近有十年的感觉 我们每年比赛国家比赛 我们都住一房间 然后都会探讨打球的问题 她也给我很多帮助 在她不带的时候 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舒服 因为毕竟在一起打球 很长时间也比较习惯 其实我也不是为她感到遗憾 因为我觉得身体最重要 对印度人来说职业生涯还更重要 虽然这次她可能不能参加比赛 但是我希望她还是早日康复 这样的话我们会想更长远一些 比如说明年后年甚至未来好多年 她都会为全力以赴为包销效率 我们之间太料理了 都有一颗包销祖国 不忘初心的那颗心 还是里着多了很多机会 然后去处理信心 然后让我去放开去干 所以慢慢地找出一些感觉 但我觉得不是我最好的一个感觉吧 但是我最起码找到自己的定位 找到自己位置 我不能说我要一定要为球队贡献多少分 但是我有一个贡献篮板的目标 贡献好的方程度 所以我希望从这些赞活泪活做起吧 因为可能国家队需要这些 我就要去做这些 可能我不是最出色的那一个 也不是技术最好的一个 但是我要用我的强项拼劲 篮板 防守 激情 团队 来帮助球队 然后我觉得如果国家队需要 我就会全力以赴去做我这些强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感谢 感谢 G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